探龙 精彩继续 探龙第242章 金玉龙确实赶时间 在他没有看到杨子和萧冷秋之前 他绝对不能让自己被耽误太多的时间 所以必须速战速决 怎么才能速战速决呢 当然是出其不意 一招比命 要想一招比命 就得先引起对方靠近自己 并且让对方处于麻痹大一状态之下 所以金玉龙早就可以破解对方的术 却一直隐忍着 一直等到对方要干掉自己的时候 才忽然出手 一刀要了对方的命 他手中的君子 是中国五六式三棱君子 尖端锋锐无比 带有三道血槽 短时间内伤口极难愈合 何况他在刺进对方肚子里时 君子刺肩还是向上的 君子的长度足够刺中心脏了 金玉龙不是不会杀人 只是一直没有逼到那个份上 但现在为了杨子和萧冷秋的命 他不得不杀人了 因为他也很清楚 他不杀了对方 对方是不会放他过去的 那人在听完金玉龙说的话之后 终于扑通一声 摔倒在地上 身体剧烈抽搐了起来 同时当狼两声响 两把剃骨刀 随着他们的主人生命的抽离而掉落 金玉龙这才疼得一下抱住自己大腿 一把撕了衣服 将腿上伤口包裹了起来 刚才为了一招毙命 自己腿上这一下可也是君子刺的 虽然下手留了分寸 可仍旧在腿上开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 腿上一扎好 立即前行 连一秒钟 金玉龙都不敢耽搁 也正因为这样 他漏掉了一件大事 那汉子的尸体 这一具尸体 在法治社会 足以带给他无尽的麻烦 万幸的是 等金玉龙的身影 消失在灵谷色方向的时候 从黑暗中闪出两道人影 身发奇快 两人一闪身 同时就到了那尸体的旁边 其中一人身形高大魁梧 浑身黑衣黑裤 黑金包头蒙面 只露出一双虎木来 一到那尸体旁边 伸手一探鼻息 转头对另一人说 死了 另外一人身形削兽 同样从头到脚一身黑 对另外的汉子一点头说 尸体处理了 尽快跟上来 随即自己闪身而动 紧随金玉龙而去 留下的那高大黑衣人 则伸手向天 原本静谧的夜空之中 咔的响起一道惊雷 一道闪电临弓落下 正好击中那尸体 那尸体被闪电击中 瞬间一片焦黑 随即逐渐化为飞灰 四处飘散 连根头发丝都没剩下 那高大汉子这一手 可实在是太过惊人 竟然能够驱使雷电之危 另外一人却将他留下来处理尸体 难道说他要比这高大汉子更加厉害吗 这两人是谁呢 就在那一声惊雷响起的时候 金玉龙已经到了铃骨寺门口不远处了 却在一声惊雷之后 再次被挡住了去路 这一次挡住他去路的 不是馄饨摊 也不是其他的小吃摊位 甚至可以说 这东西都不属于人间 什么是不属于人间的呢 一尊巨大的金刚维陀 金刚维陀本是佛教护法 身为南方增长天王属下 八大神奖之一 位居三十二元神奖之首 自然不属于人间 现在一尊巨大的金刚维陀神像 就立在道路中间 头戴凤治都谋亏 身披黄金锁子甲 足灯等允靴 手持金刚降魔储 满面怒容 八面威风 一弯心悦之下 杀气腾腾 神威临临 神像怎么会挡路呢 金玉龙看见金刚维陀的时候 正好天空刚刚闪过一声惊雷 这不由得他不胡思乱想 难道说真的因为自己刚才杀了人 又正好从灵谷寺门口经过 上天派金刚维陀 主持正义吗 可自己好像才是正义的一方 自己三兄弟和焦老八等人比起来 那可是强出八百倍 焦老八上天害理的事情 干那么多 老天爷都没派金刚维陀 下凡来主持正义 自己杀一个人 就撞墙口上了门 金玉龙当然不信 不信归不信 但他还是停了下来 这尊金刚维陀 出现得太诡异了 他虽然心中焦急 可是也明白 只有自己保了命 才有机会救杨子和小冷秋出来 一停下来 就立即喊道 呆 你是猴子请来救命的吗 那暗中跟来的高手黑衣人 在第一眼看见 这金刚维陀的时候 双目之中也是一脸 可随即就被金玉龙这句话 引得差点笑出声来了 能在这么诡异的情况之下 喊出这么无厘头的一句话 只有金玉龙才能干得出来 他仅仅是差点笑出声来 那金刚维陀却真的笑出了声 哭斥一笑 瞬间将刚才那种诡异宿母的气氛 冲淡了几分 而金玉龙一听到这笑声 密克星也瞬间放了下去 既然能笑 那就不是真的金刚维陀 既然不是真的 那就是人办的 人办的还有什么好怕的 金玉龙也许怕鬼神 但他绝对不怕人 不管是谁 都不足以让他惊惧 所以这笑声一起 金玉龙立即冲了上去 一闪身就到金刚维陀的面前 一君刺 对金刚维陀肚子就刺了过去 实际上 他也只能够得着 金刚维陀的肚子 这东西太高大了 目测上去 起码有两米五六的高度 身高不占丝毫便宜 可金玉龙的气势 却一点也不浅 一君刺刺出的同时 口中已经大喊 老子管你是谁 乖乖给老子滚开 一君刺 刺了一个空 金玉龙发力过猛 直接从那金刚维陀身体中 穿了过去 就像金刚维陀 根本就不存在 只是一个幻想一般 可金玉龙刚已站稳 那金刚维陀就又出现在 金玉龙的面前 怒声说道 何妨有你 敢对本护法动手 不知本护法向来是霹雳手段吗 金玉龙嘴一批 直接骂道 去你娘的 你们是不是只会玩这下呀 刚才那孙子玩催眠术 你这又来障眼法 累不累呀 有能耐你发个霹雳之怒 给龙爷看看 他这一说 那金刚维陀 陡然哇哑哑叫了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响 最近猛的一顿足 直接将地面 激荡起一股烟尘 巨大身躯一跃而起 双手之中 金刚相摸出一举 对着金玉龙 直接插了下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探龙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